请各位委员,各部会的官员,有请这个人事长 请黄人事长 来哦,来哦,委员好 这个人事长,我们喝过酒嘛,对不对 我们喝过酒嘛 我们两个喝过酒 我们两个是 喝过酒嘛 就是一般的酒啊 酒啊 不管是米酒还是 还是这个啤酒或者是这个威士忌 我们喝过嘛 我没当公务人员以前 这个我们喝过酒 这个你喝一杯跟我喝一杯 你喝一瓶跟我喝一瓶 结果会不会一样 我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小小研究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精神医学的专家 他说跟种族有关系 那原住民的种族在身体里面有一种煤可以代谢酒精 所以喝的这个酒的这个成分啊 跟喝的这个量可能会比汉族 汉族里面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 一喝以后脸就会红 然后心悸 我就是属于那个 所以可能我们要以体质 种族 还有这个喝酒的量来衡量 比较合理一点 当然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不见得是跟民族有关系了 这个汉民族酒量比较好的 非常多了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体质 所以在整个过去 我们这个立法院在修法的时候 把这个酒厕制又降低 我是身不以为难 但是这个少数还是要服从多数 但是在整个执行的执行面的部分 执行面的部分 这个比较有列入在这个相关的媒体报导的部分 我这边资料有12345 五件里面 五件里面原住民有一件 原住民有一件 这个酒厕制是0.47 当然这里面最高的是达到了1.33 那是另外一个 而且是一个校长 1.33 那原住民是0.47 虽然这个人事行政总数很积极的 也透过行政院的函 订定了这个有关公务人员酒后驾车相关行政责任的建议处理原则 但是你这是建议 这第一个你是建议 是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原则是对的 免得各机关的一个处理 是不一 很遗憾的就是 你只有你是只能到行政院这个阶层了 这一段 相关的考试院司法院 其他的院甚至总统府 你就无法去要求他 因为你这个只能在行政院的体系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真的 酒厕制 酒厕制 还有他放后的那个行为各方面来看 原住民的酒厕制很低 0.47 但是他的处分是相当 相当重 降二级改系 因为他被移送到 被移送到这个工程会 公务人呈见委员会 他不甩你这张 他不甩你因为你也没跟他协调 他不管他不管你 所以总长 人事长 是 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能够去协调 看是考试院还是 因为毕竟考试院是 整体公务人员的一个 一个最高的主管机关 他在制度 制度是 是不是可以协调考试院 跟委员报告 我们跟考试院的 人事先总处 每一个礼拜 在考试院会 我们都有人去列席 对啊 所以是不是这个部分 都能够把它列为一个很重要的 这很严重啊 这样两级改系 有的没有移送惩戒 只有记过两次 公务人员 他是0.6啊 他九册子0.6 没有移送惩戒 记过两次 我们这个原住民啊 0.47比他还低哦 还有一个 有个国小 新竹的国小校长 1.33 比他中了多 而且他是校长 结果我们原住民啊 这样两级改系 多不公平啊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 人事 行政总处这边 能够 能够跟考试院协调 刚才委员讲的 有几点 第一个 有关这个定型 跟依法来讲 基本上来讲 不要让他有太大的 variation比较好 这一点 我们会进一步去了解 研究 第二 在我们行政院所主管的 这些范畴之内 你刚才所点出来的 都不是行政院所主管的 我们也会跟考试院 积极的这个 积极的沟通 有一个是 还有一点 有一个是 所以最轻啊 宜蘭建议管理员 那是法务部所所属的 所以很轻啊 因为他 他按照你们这个嘛 是 所以他最轻啊 其他都很重啊 其他都没有照我们 所以这个部分 真的是需要去协调 另外 如果这位同仁 他有一些 这个绝对补福的地方 我们后面还有 对公务员的救济 那个救济 绝对是尊重嘛 因为那是 已经是工程会嘛 是 工程会还有什么救济呢 没有救济了 这个人事长 这个好好去协调啊 是 好 请 那个 请那个 我们宋主委 请 宋主委 郑委员好 宋主委 这个老问题啊 是 这个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进度啊 都有法的依据 但是没有什么进度啊 是 这个 我在这边 从去年 已经跟你谈了很多次 这个 独切 前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 独切 原住民族国家 集的博物馆 是 前台湾啊 我们不想 不讲地方啊 从总统府到文化部 到教育部 到交通部 国防部 有二十几个 国家集的博物馆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最早的主人 原住民族 就是没有原住民族 博物馆 这是一个数字 这个叫文化 平潜 不平潜 文化 不平潜 何况 法律规定 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 规定 中央政府 应是需要设置 原住民族博物馆 难道你们认为 不需要吗 才会没有设 这个 马总统 在今年的 二月二十号 也特别才是 由于台湾的原住民 是南岛 以系的原住民的来源 强盗南岛文化 与台湾原住民的关系 非常重要 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 我们都既有设立 南岛文化博物馆的资格 成立 原住民国家级博物馆 对观光发展 也有很多的注意 帮助 很多的帮助 在今年 这个 你也在场 我跟行政院院长 江院长直选 他也认为很需要 可以成立 请问一下 这个 研考会的主委 而且你跟这个 主改有非常 就是你主管的嘛 这跟主改也有关系吧 有相关 但是主管的是原民会 跟这个 报告 就是 这个 如同 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院长 达询之后 对啊 有交给原民会 去做研议 你研考会要列管啊 有 行政院院长的 在立法院 达询的事项 有 我们有六项 研考会要列管了 是是 我们 总统的 你接下来 总统的财势事项 有 你是不是要列管了 有在列管 那现在 进度如何 原民会还没有将 正式的研议报告 报到行政院 那我们会来催促 这个 你 依你的看法如何 我完全赞成 郑委员刚刚所说的 就是 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是非常特殊的 那至于说 怎么样做一个展示 那 我知道原民会 现在有几个方向 一个是 是不是用 现有的博物馆 增加它常态 或定期的展示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就是 是不是考虑 这个 在现有的 新建中的 这个博物馆所啊 能够 有特别的陈列式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因为建一个馆啊 毕竟还是要做规划 还是要从 它的基地的选址 等等开始 所以 是不是也有一些 可行性研究 目前我知道是这样 这个主委 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 明定的很清楚 它是要设置 原住民族博物馆 不是说 就做一些展览 就在现有的博物馆里面 做一些展览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呢 联考会 你必须在 落实 怎么样去 落实 怎么样去 广考 这个 第一个 法律的规定 第二个就是 院长的一个承诺 第三个就是 总统的一个 指示 什么都计备了 竟然还一点进度都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 你作为一个 研考会 你要强力的要求 甚至你把它的 组织法直接修正嘛 可不可以 跟委冒 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 跟原民会来维持 密切的联系 看看刚才讲的 几个列馆的缘由 目前办理的进度 另外就是 在这个基准法的规范里面 对于像 博物馆这样的 机构啊 它其实是不需要 明定在组织法 那只要有需要设立啊 它就可以订定 假如是三级的话 另外的组织法 假如是四级的话 订定组织规程 就可以来推动 我想这个在法律 这个方面呢 我们是依照这样的 规定来办理 你是可以这么说啦 但是事实上 现在有很多的 不管是文化部 还是教育部的 很多的博物馆 它都有组织法嘛 是是 它是定了三级的 为什么到了原住民 就不用了 也有一些博物馆所 市集的 它是定组织规程 请这个 我们来跟原民会 再来协调 谢谢委员指教 接着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